體驗 很小時候 想研究和遺傳學有關的東西 讓我們知道一些生命的奧秘 盧玉明是 中大醫學院 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 他領導的團隊 1997年首次在孕婦的血章裏 發現足夠的胎兒DNA 為胎兒進行遺傳病測試 開創了無倉傷性產前診斷的技術 以前如果想胎兒斷症 就要找支針塗進洋水 但問題是每次用這種方法 有1%的機會 嬰兒會因致流產 如果有血章測試之後 就只在媽媽手臂抽血的樣本 就可以知道嬰兒是否有遺傳病 血章測試 早期主要用來測試胎兒的血型 以及診斷一些和性別有關的遺傳病 其後盧教授的團隊 將測試應用在一些常見的遺傳病 好像地中海貧血症和糖氏綜合症等等 到了2011年 針對糖氏綜合症的測試 經過大規模核實 準角度得到國際肯定 到現在已經有50個國家採用 超過50萬名孕婦做過測試 當時我的第一波都比較緊張 還有年紀都不小 知道糖氏綜合症的機會相對提高了 T21的準確性比較高 而且因為它只抽血 我覺得阿公沒什麼危險 它寄信來 負責都沒事 但那一刻真的很開心 我們現在其實就試圖 希望可以說服醫管局 可以將這個測試方法 變成免費的一個常規的測試 醫學研究的路 從來都是顛簸崎嶇 盧教授其實早在1989年 已經發表文章 證明媽媽的血液裡面 存有胎兒的細胞 但是之後8年 他的研究進展緩慢 因為媽媽血裡面的BB細胞 的數量是非常少 我們花8年時間 都沒有辦法將它完善化 但是每天我上班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少少的進度 就是那些少少 是令到你每天可以繼續下去 盧教授的成功 除了有賴堅持和毅力 對醫學知識的靈活變通 亦都同樣重要 96年尾有兩張文章 發表在一個雜誌那裏 就是說癌症病人的血章裡面 是有些癌細胞的DNA 就令到我們想 其實那個BB仔 生長在媽媽身體上 跟癌細胞寄生在病人身體上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你在癌細胞有這個現象 在胎兒都應該有這個現象 2010年血章測試技術 又有革命性突破 盧教授的團隊 可以在媽媽的血液裡面 找到胎兒整個基因圖譜 而這次幫助盧教授解決問題的 竟然是一出電影 你可以想像 在媽媽的血章裡面 就大約有10%的DNA是BB 而這些DNA其實是散秀秀的 如果你想在媽媽的血裡面 把那個BB的基因圖譜拼出來 就等於你需要拼一個拼圖 有幾百萬片 所以其實我們想了 可能兩年的時候怎麼做 直到有一天我和太太 就去看出哈利波特的電影 它就是Harry Potter 我看到H字 就這樣飛出來 3D 對於我的眼睛 H字的兩條線 就好像兩條染色體 我突然想到 其實那個BB仔 那個肝圖譜 有一半是爸爸 有一半是媽媽 我們是不是可以 將那兩半 是用不同的方法來拼出來 在做這個研究之前 我們只可以在媽媽的血裡 每一次是看一個疾病 或者兩個疾病 而今次 整個胎兒的肝圖譜拼做出來 就是說你一個測試 就可以看完所有 胎兒有可能患的疾病 我估計將來 可能十年 二十年後 我們的肝圖譜 應該是我們的醫療紀錄裏 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一環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每個人 可能一出生 或者未出生之前 已經做了肝圖譜 能夠衝出以往醫學領域的框框 開創一門新科學 造福社會 盧教授這項研究 得到醫學界肯定 並且為他帶來很多國際殊榮 其中包括 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和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I do by the authority and in the name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umbum 和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簡約為教授 是第一位華人 獲選入英國皇家學會 他其實在七十年代 是第一個用DNA技術 做產前診斷 所以可以說 他的研究 是奠定了我自己研究的一個基礎 他很聰明 他這個辦法 不只是遺傳性病 其實可以 癌症 也可以找到癌症 診斷 診斷這個項目 因為之前看到 一些做癌症的研究 我們就想 可否將這個技術 應用到癌症 我們就在一些癌症病人的血章裡面 分析他的基因 做一些很大型的排序 這個方法的好處就是 所有的癌症 我們都可以砌他 那個基因圖部 可以檢測得到 而香港來說 你講康 百分之三十幾的人 是會 在一生裡面 會有癌病 所以如果你做了一個 新的血液組 檢測到癌病的方法 應該會可以救很多人 作為醫生 盧玉明開創了一個 全新的醫學領域 作為教授 他希望醫學的研究事業 得以傳承 他是一個要求極高的老師 要求我們做每一件事 除了要是準確和完美之外 他還要求那件事是有美感 而其實做他學生 其實我覺得真的 在他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做博士生的時候 好像入了少林寺 以前的時代 比如我讀醫學生的時代 在香港來說 醫生做研究 是比較少數的 但是在這十幾年 我看到文化 好像有些轉變 希望將來會更多 醫學生 有自投身的研究 在香港医院 有些人 都會做到 並且是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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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做到